你见过这样严重超载的粗租车吗? 你坐过载这么多人的粗租车吗? 今天,果实军讲讲国外小伙贾破 在中非共和国遇到的新鲜事物 保证你觉得很新奇 跟着贾破的脚步开始启程 一下飞机,贾破就坐车来到一个城市的马路上 这里人来人往,他们几乎都是随便穿过马路的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他到达了一个市场 这里有卖蔬菜跟水果 还有这个有点像便便的花生酱 他还遇到一个也是来这里旅游的同伴 他们开心地边走边聊 没多久,他就来到了一个听主教的教堂 这里有个乐队,演奏给一些教徒听 音乐会结束后,贾破就开始他下一个景点 在他当出租车的时候 他看到了有人推着一辆车载着很长的木头 没多久,他的出租车来了 坐了这么多人 幸好有人腾出个副驾位给他坐 但是他的头隔壁有两只脚在晃来晃去 而且还没穿鞋子 看表情,那个味道应该有点重 在这个国家是很少有公共交通的 一般都是私人的车 所以司机不管超载步 总是能车多少就能赚多少 看车里有多急 你就知道这车有多牛 超载严重车子抛锚是正常的 而且这车还这么破旧 经过修理后,车子又开始上路了 这次乘客换了动作 居然把腿放在挡风玻璃上 这司机直接无视照样开车 他们穿过一个蝴蝶小镇 这是贾伯遇到联合国的车队 他就搭上了这个便车 他们带贾伯去一个瀑布的景点 在瀑布的底下有个小水吊站 小黑哥还带他去一个村里参观 他看到了当地小孩的玩具 他们这里的芒果很多 你看这芒果树多大棵 他还发现一个很小的便利店 贾伯感觉这里的食物都很新奇 他还来到一户人家 主人还给贾伯喝一些他自家酿的酒 没错,这锅浑浊的液体就是酒 经过一路的参观 他又准备去下一个景点 他坐上了一辆载石头的车 路上又看到一辆超载严重的租租车 这车最少有25人 看作最后面的那位小哥 小编给他两个字 牛叉 没多久 贾伯就来到一个城镇 他看到这里的人在看电视 这应该是我爸小时候的场景 他们这里很多地方都没电的 手机充电只能在这些店铺里充 这里还有二手衣服拍卖会 这个市场也挺多东西卖的 第三天早上 贾伯又要去当地的网吧买机票 因为这里的网速超慢 买个机票都花了他一个小时 订好机票后 贾伯又开始他的旅程 他要去搭出租车 这里的道路都是泥泞不堪的 他在等出租车时 又遇到了有人推着长长的木头 他在拍摄这些出租车时 有人指着他叫他不要拍 这次很幸运的 他不用坐这些超载的车 他坐了一个好心人的点车 他们一路上都是看到 这样超载的出租车 这些破旧的车经常抛锚在路边 他来到一个城镇 看到了一名妇女在晒木鼠粉 他们是用这些机器把木鼠打成粉 然后一边晒一边出手 在这个城镇里到处参观后 他又搭上了一辆皮卡 但是车子没走多远就没油了 而且车轮的转向机也坏了 他们就用一些布还有绷带来维修 没办法 贾伯只能在这里过一晚 这里没电 还吃个烛光晚餐 第二天 他坐着摩托车 参观了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这是一间昂贵的五星级酒店 因为很多地方都不给他拍 贾伯的机票也是今天就要回国了 经过五天的行程 贾伯遇到很多新奇的事物 他很开心 见到这个国家这样落后 他也感到很痛心 希望他们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吧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滚住我 下期更精彩 下期见到这里